在飞船的抑郁 蟑螂卵内的生命突然提前孵化 一对蟑螂兄弟瞬间诞生 惊人的是 他们一心生便拥有着惊人的肌肉质感 真不亏是来自广东的蟑螂 此时一名女性观察员匆匆注射细胞活性剂 变身为扁头尼峰 用40米长的毒针刺入脑水 试图精神控制这两头蟑螂 不料这两只幼蟑螂竟然免疫毒素毫不受影响 瞬间就让女人去享用自己的盒饭 就在此刻飞船预备升空 二代蟑螂察觉到危机 他们不再忍受承诺发出刺耳的求救声 地面上的一代蟑螂们迅速听到呼唤 净化出翅膀 一股蟑螂潮水涌上整艘飞船 不久飞船超载 不再继续升空 竟然被蟑螂军团拉回地表 而对于那名幸存的同伴 他原本以为找到了一份火星猎蟑螂的工作 却没有想到 最终只能沦为火星一种的刀下亡魂 原来早在500年前 21世纪初人类开始移居火星 以解决人口过度爆炸的危机 但火星上的温度为零下58度 科学家们先后将两种生物带到了火星上 一种是能改变两种气候的藻类 另一种是以藻类为时的蟑螂 而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就是地球化改造计划 时间来到2597年 奈奈子英常年被父亲暴力殴打 失控后用匕首捅死了父亲 男友小姬看到秋田犯了谋杀罪 不得不带着女友一路逃跑 但他们很快就被警察包围了 在关键时刻 小丽巡博士突然出现救了他们 这也不是博士多么好心 而是经过500多年的改造 火星上的气候已经非常接近地球 所以小丽巡博士希望他们先做一个小手术 然后去火星去清除蟑螂 只要两个人完成这项任务 不仅可以免去一切罪责 还可以获得高额报酬 起初小姬觉得这项任务背后肯定有着阴谋 然而看到她的女朋友已经毅然决然签名了 她只能一起签下了合约 几年后随着昆虫二号飞船到达了火星 这艘飞船上一共有15名船员 但人员结构十分复杂 包括地下拳击手偷渡客还有老宝 乃至山口组成员 连环杀人犯和恐怖分子 他们来到火星的墓地自然也与小吉一样 飞船很快就降落在覆盖着绿色苔藓的火星上 使用杀虫计先清除第一波障碍后 各小组离开舱门开始执行任务 但是船员们很快就在火星上 看到了一个有蟑螂脸的奇怪生物 出于本能的恐惧 一些船员选择了逃跑 但小吉和奈奈子那边误以为这种生物是火星人 想要和他say hello 然而这个怪物迅速冲向奈奈子 瞬间扭断了他的脖子 没有继续对小吉动手 立刻消失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 这时另一支队伍也带来了船员大解头被杀的消息 人们立即询问船长 船长的回答让众人震惊 这些怪物原始就是他们要消灭的蟑螂 原来人类在500年前把蟑螂送到了火星 结果是宇宙辐射和严酷的环境 杀不死的小强开始爆发性进化 慢慢变成了火星一种 突然出现的小力巡博士还告诉大家 他们登船前的手术实际上是对人体的一种改造 昆虫的DNA已经被内入人体 现在只要注射昆虫细胞活性剂 他们就可以立即变为假面骑士 拥有不同的超能力 然后船长将每个人的战斗数据发送给船员 随着怪物被吸引过来 号称来自地狱的男人 自告奋勇前去应战 他的身体内是三颈四步形虫DNA 这是一种可以喷射火焰的昆虫 改造成功后可以从手掌喷射致命的火焰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 怪物并没有死在火焰中 他立刻轻易地杀死了最远 然后另一只怪物打碎钢化玻璃跳进飞船 在秒掉两个船员后 船长迅速变成了子弹蚂蚁 力量瞬间增大了100倍 很容易就击倒了蟑螂 但更多的蟑螂过来包围了飞船 人们只能选择逃离火星 但飞船莫名故障不能起飞 所以船长建议大家去不远处的昆虫一号飞船 那是霓虹国在十年前 发射的第一艘火星探索船 如果飞船没有受损 他们可以用昆虫一号返回地 然后船长决定留下来当诱饵 为船员争取宝贵的时间 队员一郎也决定和船长一起死守 其余人坐上星际战车准备开往地点 十分变态的手肿化身为青江影翅虫 从嘴里喷出超高温火焰 时速达到945公里每小时 突破了飞船边的重围 但船员们还没来得及兴奋 眼前竟有一波海啸向他们袭来 待看清后那居然是蟑螂聚集的波浪 还好手肿状态依旧火热 他们成功度过了第一波攻击 但第二波更大的蟑螂潮很快出现 两名女队员迅速注射了活性剂 利用绝对肉盾 试图为手肿分担一些压力 但装甲车冲出后仍然绑在了地上 在车外战斗的三个人也被扔出了装甲车 不出意料被蟑螂们一一见面 而失控的装甲车进入无人驾驶状态 直接带着昏迷的几个人驶向目的地 另一边船长和一郎已经把敌人引进飞船 他们关上了大门 排空了飞船上的所有氧气 打算与之同归于尽 幸存者们来到昆虫一号后分成了两队 两名山口组成员留在飞船附近把风 小吉等人来到飞船内部 副船长启动了系统 很快发现昆虫一号已经不能使用了 他只是给地球发了一份文件 就在三人莫名其妙的时候 飞船外又响起了枪声 原来这些蟑螂已经进化到学会了用枪了 他们杀死了飞船外的两名黑社会成员 其余三人迅速注射活性剂 化身为沙漠飞黄 后知异常发达 副船长变成了螳螂 可以轻易斩断敌人的头颅 而小吉有一个最强的昆虫DNA 号称杀手排行榜第一名的大雀风 平均一天干掉一个村子的小日子人 三个人很快消灭了周围所有的敌人 画面一转 昆虫二号突然恢复了氧气 昏迷的船长也逐渐恢复了意识 恍惚中他看到一头蟑螂原地裂开 原来队员大姐头根本没有死 他早就化身扁头尼风 能用特殊的毒针控制蟑螂 使他们沦为自己的仆人 然后大姐头却杀死了船长 然后用水唤醒一郎 他体内有沉睡摇纹的DNA 他可以在任何极端的环境中进入休眠状态 只要吸收足够的水分就能恢复正常 堪称绝对防御 他俩背叛所有人的目的是为了把蟑螂卵带回地球 交给小力寻博士 而博士也通过无人机在外面告诉了三人真相 早在他们之前 昆虫一号就已经把人类带到了火星上 尽管这支队伍已经全军覆没 但还是发射了一艘逃生船 带回来一只蟑螂头 博士理解了人与昆虫结合的奥秘 这才创造了一个个非凡的假面骑士 但博士的狼子也心远不在此 他希望得到蟑螂的卵壳 了解蟑螂进化的终极秘密 为霓虹政府研究出最强大的昆虫军队 加以时日代替米国称霸世界 博士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可没想到还是出现了意外 飞船中的蟑螂卵壳突然孵化 诞生了两个怪物 大姐头想再次控制它们 但发现这两只蟑螂再次进化 完全免疫了控制毒素 将大姐头一击必杀 随后在两只二代蟑螂的嚎叫下 地面上的蟑螂都打开翅膀飞向天空 拖着昆虫二号坠落地面 看到这一点小级等人 重新启动了体内的昆虫电力 投入到更为惨烈的战斗中 三人发现二代蟑螂的各方面数值 都呈指数级上升 副船长被秒杀 为了战胜敌人 两人立即注入多一只的活性剂 但即便如此面对二代蟑螂 依然很是吃力 可要强的拳击手 选择将所有的活性剂 全部注射进体内 虽然拼尽全力杀死了一只二代蟑螂 但由于受伤过重 他自己也很快倒在地上 小级见此前去掩护战友 但他根本不是二代蟑螂的对手 就在蟑螂准备彻底解决他们时 原本死去的奈奈子破茧成蝶飞了过来 他一言不发地拨下身上 如雪花般的鳞片 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蟑螂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着枪声的响起 爆炸的火焰也瞬间吞噬了蟑螂大军 在危机时刻 虚弱的拳手抱着小级逃离了爆炸范围 小级痛苦地看着他的爱人 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最后小级变回了人类的样子 但拳手因为过度用药而永久变成昆虫 而还有几只幸存的二代蟑螂没死 怒不可遏的小级只是把他重重打倒在地 并没有杀死他 而在船上假死的一郎遇到了登船的小级 一枪干掉他身后尾随的蟑螂 小级也暂且放下对他的敌意 决定先和一郎一起乘逃生舱回地球 另一边作为政府间谍的助手 见尼洪国的阴谋败露 他决定杀死博士 试图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 但助手没想到博士还有高科技 他利用能力照轻松挡住了所有子弹 并用毒气杀死了助手 在火星上看着逃生船慢慢升空 其他蟑螂想飞身阻止 但那只二代蟑螂阻止了他的同类 放过了这两个人 小级和一郎也得以成功地踏上了回家的路